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我们也知道其实中国足球界边的投入有产出有这样的一个收入等等的 其实在过往的话有的时候甚至能够赚到很多的一些钱 但是其实这两年那么我们也看到了按照中国足球界边那些说法了 我们中国足球不但不能够赚到钱 而且他现在投入了这么多钱之后呢还亏损了5000万 虽然其实从这样的一个数据来看呢 我们也注意到很多球迷了根本就没有办法这样满意这样的一个答复 毕竟我们也知道在过去两年当中中国足球的一个成绩实在是一塌糊涂 那么首先我们说一下中超联赛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也知道呢 在过去一个赛季整个中超联赛真的是鸡飞狗跳 那么基本上都面临着一个土奔瓦解的一个飞险 那么我们也看到很多一些土豪球队啊冠军球队啊都是纷纷解散 像广州对这个中超八冠王将现在呢也面临着原地解散的一个危机 所以其实啊目前来看呢 我们也知道中超联赛在过往呢 被看作是培养中国足球球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土养 但现在这个土养的都要快保不住了 那么中国足球的工作到底做在哪里呢 所以也要很多球迷质疑说 你这13个亿到底投在哪里 为什么投入了这么多钱 那么中超联赛却是越办越糟糕 越办越颓废呢 而除了中超联赛是难堪这个堪大院之外 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 中国国足呢在最近两年取得的一成绩也是一塌糊涂 那么首先是中国男足 那么在最新的一个四月赛当中表现成绩呢 也真的是啊根本是提不上台面 甚至呢基本上已经是和本届世界边了去告别了 那么另外一方面中国女足呢 在之前的奥运会当中也是早早退局 那么甚至连八强都没有进去 所以总的来说 其实我们目前来看中国足球呢 不管是男足还是女足还是中超联赛 他们所取得的成绩和我们投入的一个比例呢 根本就不成一个正面的比例 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投入了13个亿 但是到头来呢 我们中国足球却没有取得一点点的一个发展 反倒是相比较于 那么其实十年前二十年前 我们投入的更少 但是呢我们成绩会更加厉害 所以相比之下更显得我们最近几年呢 我们中国足球的发展是毫无进步 甚至呢已经是严重退步了 所以也难怪很多球迷去质疑说中国足球的工作呢 根本就没有做到位 而且现在呢还亏损了这么多钱 投入了这么多的费用 那确确实实也真的是显得有些浪费 当然其实我觉得现在中国足球这边的工作没有做好的话 受到很多球迷的一些质疑呢 可能确实也是足球主席程序员 他作为一个领头羊呢 他的工作没有做到位 所以我觉得他也是难其辞秀的 因此呢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当时李铁下课之后呢 很多球迷也都要求他赶紧下课 那么其实呢应该让更加有能力 更加出色的一个领导者呢 做到这个位置上来 那么还好现在呢 我们也看到在前段时间的一个消息来看的话 目前根据媒体的报道 那么提议总局的局长呢 将会去直接作证中国足球之后呢 也将会成为中国国足的一个领队 那么这样一来到时候啊 相信也会有所改变 那么相信整个中国足球的一些发展格局呢 也都会有很大的一些调整 那么我们作为球迷呢 也很期待说在未来的几年啊 我们中国足球呢 真的能够有一个大的发展 好了 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 记得点赞 关注 评论 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 开心聊球 拜拜